我在搭飞机的时候 然后其实你知道经济场的位置都很小 然后旁边就有一个人举手跟空姐说 请问后面还有没有空位想要换位置 然后我以为是他要换位置 然后他就说那可以帮他换位置吗 这也太没礼貌了 我就吓到我想说怎么会要帮我换位置 然后他就说因为这样子 因为你知道有时候我们比较胖的时候 你坐下来那个扶手其实是你会撑到 尤其每次搭捷运的时候 我们坐下去的时候那边都溢出来 你知道吗 搭公车搭捷运我们都尽量站着 其实不是不想坐 我是怕挤到旁边的人这样子 你真的可以出书了吧瘦身减肥 我现在算是又回来一点点呢 就是我互胖互瘦啦 你看我最胖的时候其实有胖到这样 这个是137公斤 然后最瘦的时候前两年其实有瘦到92 然后我现在大概一百零几出头而已这样子 那你要当一个快乐的胖子啊 那你干嘛要换 因为那时候我就发誓说 我觉得所有的瘦子都不快乐 然后我就觉得说他们都很辛苦 那我就想说那我就当快乐的胖子 我30岁就死掉就好了 可是后来到了29岁的时候发现 还不想死就什么快死掉了 人生还很长远 这个独自好像不要随便乱发了 因为后来开始工作的时候 我爬个楼梯就会传 然后可能直播一小时在公司 然后传到不行 然后别人都以为我去做了什么运动 后来就觉得说 不行不行我还是要活久一点 然后就还是来节制一下饮食 然后后来再减肥 其实刚刚他讲的方法我也试过蛮多的 其实还是真正要改变你的饮食习惯 例如说我可能晚上开始尽量不吃淀粉 我晚餐就开始吃无糖豆浆 香蕉 地瓜茶叶蛋 赞耶 对 很赞 然后后来例如说每天下班 只要忙完之后我就骑Ubike回家 我大概可以骑一个小时 从南港一路骑到快乐到新店那边去 然后每天就增加 因为其实我不爱运动 可是我觉得骑驾车或去河滨走走路是 我还可以接受的方式这样子 因为我看冠冠的他自己有个频道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自信 删发出他个人独特的魅力 但其实你会想减肥也是开始发现到 别人看你怪怪的是不是 什么事情 就例如说有一次我在搭飞机的时候 然后其实你知道经济场的位置都很小 然后那时候好像要去广州吧 我有点忘记了 然后旁边就有一个人举手跟空姐说 请问后面还有没有空位想要换位置 然后我以为是他要换位置 空姐就说今天刚好飞机比较空 后面刚好有一两个位置 然后他就说那可以帮他换位置吗 这也太没礼貌了 我就吓到我想说怎么会要帮我换位置 然后他就说因为这样子 因为你知道有时候我们比较胖的时候 你坐下来那个扶手其实是你会撑到 就是你还错吧 如果 你好没礼貌 因为有时候一个经济场 如果他安排我们两个住 那边是会绷到这样 那个扶手是这样 我们两个不能坐一起了 尤其每次搭捷运的时候 我们坐下去的时候 那边都溢出来 你知道吗 没有 因为如果我们碰到 我就会一直尽量走 我都放多一点位置给他 我懂 我就让给你 让给你 所以后来其实在比较胖的时候 搭公车搭捷运我们都尽量站着 其实不是不想坐 是怕挤到旁边的人这样子 我还以为说他会被捷运的铁门卡住 就是他那个夹伞不是要转吗 有时候他也怕你背个包包 我就整个卡在那边 很容易在生活中遇到很多困难 你也尝试过十天的断食法 我就是听到这种十天 我都觉得怎么办到的 天好痛苦 那时候参加了有点像是断食的营队 然后第一天就会有人帮你介绍 是什么 我们先喝这个苹果之家那个蟹药 然后你排通 是有点像排毒的那种 我也有参加 我参加这个只有七天 我第二天就走了 为什么 我们那时候也是有一段时间很红 他是有还要配辣椒粉 果汁什么 有一个铁罐有一段时间 不知道从哪里传过来很红的饮品 他就会开一个像就是营队的 让你一起大家互相鼓励 然后从第一天他就会跟你说 这个喝 然后加柠檬 加辣椒粉 然后喝三天 排完这个疗程之后你会排毒 然后体重也会变轻什么之类的 可是什么都不能吃 大家就互相鼓励 然后晚上说到去睡觉 然后我想说 嗯 大家一起 我应该可以吧 然后到第二天我就想要离开他们 我看到他们都很爽 真的很痛苦 我那时间真的是靠意志力撑完的 你好强喔 其实他三餐只能吃那个益生菌粉薄 然后你就配水 每天要喝到3000cc 配那种什么 什么水 蔬果酵素的那种果汁还是什么的 然后就十天都喝一样的东西 他就如果你要复食的话 你必须第一天先吃那个粥上面的米汤 然后第二天再吃什么南瓜蔬菜汤 所以其实 它的副食太复杂了 我就常吃干脆 我就把它断盲好了 因为现在中间我也很想退出啦 可是那个时间你有瘦吗 那时间瘦超多耶 瘦了大概快要8公斤 而且然后皮肤变超好 可能是因为我都没有吃炸的那些 然后都喝水 它现在真正有不停 这种衣服太多鲜o 在并等下 就是就像你作为 这种衣服太多鲜o 大滑